字幕君 哈嘍大家好 讓我們來一起欣賞2021年4月 在西班牙舉辦環巴斯克的精彩片段 環巴斯克總共有6站 第一站是13.9公里的個人計時賽 首先看到奪冠大熱門的Yumbo主將Ruglidge的表現 一開始就是連續11%的波 而最終的爬坡波度有19% Ruglidge 通過終點拿到17分17秒的成績 暫時排名第一 接下來多位選手輪番上陣都未能打破Ruglidge的成績 這次比賽很特別的是 可以看到各選手所用的持筆 而大部分選手都是用這種比較重的持筆 目的就是在中間下坡段還能夠加快速度 再來看阿聯酋車隊的McNaughty 他刷新了4.7公里處的成績7分42秒 比Ruglidge的7分47秒還要快5秒 暫時排名第一 最後19%的陡坡 我們看他有沒有機會打破紀錄 可惜他在最後通過終點的成績 可惜他在最後通過終點的成績 17分19秒 慢了Ruglidge2秒 沒能打破紀錄 暫居第二 最後要來看UAE一個Pogaccia 能否幫阿聯酋車隊逆轉 在4.7公里處的成績7分45秒 雖然比隊友McNaughty慢了3秒 不過比Ruglidge的7分47秒還要快2秒 看來是有機會逆轉勝 最後通過終點的成績是17分45秒 無緣逆轉戰局 在一旁觀戰的Ruglidge也鬆了一口氣 第一戰最終就是由Ruglidge拿下首戰冠軍 McNaughty排名第二 Pogaccia排名第五 第二戰距離終點19公里 去年的環法冠軍Pogaccia和David Gaudu騎在最前面 終點前16公里 目前的皇山Ruglidge和另外三位選手殺了出來 成了領先集團 其中也包括了McNaughty 包括Pogaccia在內的第二集團 與領先集團只有10秒內的差距 終點前11公里 第二集團部分選手追得上來 使得領先集團人數變多了 終點前10.4公里 Astana車隊的Alan Blue單飛了 Alan Blue一度將主集團差距拉開有30秒之多 後方主集團追得也是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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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方主集團的追擊呢 靠嚇一跳還以為是後方集團追得上來 最終就是Alan Blue單飛成功率先抵達終點 與後方主集團拉開有15秒的差距 他因此總排名從第9名串升到第2名 看到Alan Blue奪下單戰冠軍後 大吼到孔末橫飛 就知道他有多興奮了 Alan Blue的隊友Fryo第二到達 Pogaccia排名第三 黃山Rockridge排名第6 第二戰結束總排名結果是 黃山依然在Rockridge身上 Alan Blue串升到第二 Magnotti排名第三 Pogaccia排名第4 第三戰終點前2.1公里 一行人開始爬20%的魔鬼坡 目前總排第4的Pogaccia 和黃山Rockridge 騎在最前面 終點前1公里 包括Adam Yates、Devin Gaude等6位選手 處於領先的位置 終點前600米 斯洛維尼亞一哥Rockridge開槍了 這時候只有Pogaccia黏得住 其他4位選手被甩開一段明顯的差距 Pogaccia甚至在終點前150米 成功超越了Rockridge 拿下第三戰的單戰冠軍 第三戰結束 黃山依然在Rockridge身上 Pogaccia從第4名爬到了第二名 與冠軍黃山的差距縮減到了20秒 第4戰終點前24公里 目前總排名第三的McNaughty 處於領先的位置 終點前20公里 形成了領先6人小組 最後衝刺階段 就是由這6人來搶本戰的單戰冠軍 小伊薩吉雷 與BioBao幾乎同時到達 最後的終點判斷為 小伊薩吉雷 以些許的差距 贏了BioBao 驚險拿下第4戰的單戰冠軍 而單戰第三的McNaughty 總排名直接超越了Rockridge 順利躲著黃山 第4戰結束 Rockridge被擠到排名第二的位置 Pogaccia則是從第二名掉到第5名 第5戰終點前30公里 形成了3人領先小組 包括了快步車隊的Cherny 和奧諾雷 以及崔克車隊的Bernard 組集團在後苦苦追趕 到了終點前5公里 快步車隊的2人小組 一前一後輪番發動攻擊 活生生海放無力回天的法國好手Bernard 提前奠定本戰的冠軍車隊 第5手問題 最終由丹麥小將奧諾雷代表收下賽段冠軍 入獄率 才即家隨著 加持帥 第五戰結束,總排前五名與上一戰相同,沒有改變 Ruglidge還落後Naknaughty23秒 只剩下一戰最終戰有機會逆轉黃山 第六戰最終戰,終點前44公里 最前面分列處David Gaudou、Kassi還有Ruglidge三人逃脫集團 而包括Pogaccia在內的第二集團在後面苦苦追趕 但始終保持在30秒左右的差距 目前黃山再生的Maknaughty則是已經提前炸缸掉隊 黃山應該是保不住了 Pogaccia持續追趕前方領先集團 包括Ruglidge在內的領先三人小組 將差距拉大到了40秒 終點前5.8公里 領先三人小組的Kassi開始掉隊跟不上 領先集團剩下Gaudou和Ruglidge 同領先小組掉隊的Kassi這時候被第二集團追到了 Ruglidge緊緊跟著Gaudou 一直來到終點前3公里 Pogaccia始終無法拉近與領先集團的距離 這時候Ruglidge已經確定逆轉奪得冠軍黃山 也決定將此戰的單戰冠軍 力量給David Gaudou 就這樣Gaudou拿下了最終戰的單戰冠軍 最終2021年環巴斯克總冠軍 就是由Ruglidge拿下 這也是他職業生涯 繼2018年二度在環巴斯克稱霸